大家好 欢迎来到233网校 我们接着跟大家讲 18年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管理的实务 精将办的往来课谈 我们这讲呢 呃 角色讲与钢结构啊 有关的内容 钢结构钢结构 呃 包括我们刚混淆图的这个组合结构呢 我也放在这一讲啊 呃 教材里面 呃 这个钢结构里面的构造 施工和规范 是吧 呃 教材里面在编制的时候的不同的地方 我这次呢 在讲专题的时候呢 把它混成在一起 注意啊 我这种思想 啊 同样的 呃 我这次呢 在讲这个点的时候呢 呃 我同样是用题目的形式 形式不重要 啊 核心还是在点 对吧 所以大家有时候在学员的时候 因为有的人很习惯了 呃 教材里面的一些指定跟你讲 然后再给题目 其实我的题目就是点 没有关系 对吧 看习惯了 因为最后我们还是要对付考试 还是用通过题目 所以你现在看到题目 难受一点 慢慢的啊 搞熟了以后 还是题目 教材里面 呃 我这个点呢 就在教材里面 所以为了大家方便 我又是给了页码 如果你不清晰 你到时候堆着这个页码 再去看书找书 首先我们钢结构的连接方法 钢结构 我们有三部曲 啊 一个三部曲呢 呃 就是钢结构的连接 钢结构的连接 一个是焊接 一个是螺酸连接 一个是毛接 螺酸因为分为普通螺酸 和高强度的螺酸 所以我们钢结构的三部曲 就是连接形式 第二个钢结构的三部曲 是钢结构什么呢 钢结构 它本身是结构 所以我们钢结构做完了 是一部曲 那么钢结构怕什么呢 它怕锈 它怕火 所以钢结构的防腐 防锈的头料 防腐防锈头料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后面再做防火头料 所以钢结构的三部曲 钢结构的三种连接方式 下面我们钢结构的 连接方式里面就分别说 汉缝连接 因为钢结构里面有螺酸连接 毛接和汉接 这个 毛接现在已经用的很少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不谈毛接 就是汉结和螺酸连接 所以我们教材里面就谈汉结和螺酸 那么汉结呢 是钢结构主要的连接方法 我们现在说主要连接方式是什么呢 去年就在这里考察了 汉结的 它的优点 我们来看看 构的比较简单 汉结 是吧 我们的几个钢材 因为汉结 它的这个 不像我们有些 这个浪费的一些钢材 加工方便 易于自动动化操作 当然呢 我们不宜直接受动力核载 因为动力核载 你的汉结对它并不太好 所以这点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专家喜欢出 这些它的特点 优点 其实比较简单 下面就是对钢杰克的 疲劳的量 我们有弹性和塑性 大家注意 疲劳的量 不考虑塑性 不考虑塑性 那么就是什么呢 按弹性 不考虑塑性就弹性 什么意思呢 因为疲劳危险 我们抗减比较危险 所以都是用什么 弹性理论 弹性理论偏安全 就是说 你们按弹塑性 因为塑性对它有个好的作用 所以不按 这个不考虑量的塑性 就是考虑坦性 那么这时候 疲劳破坏 我们的抗减强度 都是按弹性 其实C说的都是按弹性 就是我们更安全的一种设计 因为弹性是不考虑塑性 对它好的帮助 把好的帮助 不管它 下面我们符合板 大家注意加进度 我们考虑稳定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构建的刚度 就是长细比 长于它的这个截面的 它的另外一个小边 它的这个来保证 这个看看啊 重点是A和B 是吧 重点是A和B 下面我们看看 这个1 钢结构里面有格构式的 格构式用的比较多 我们增加刚度 就是刚才 看看 重点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和这个啊 所以我这个点里面呢 不是每个点都会平均的去用力 我们会有重点 钢结构防火比较差 那么钢结构 大家注意 温度达到550度 当我们有达到550度的时候 刚才的区负强度 大约降制到 我们正常的多少呢 0.7 所以温度 一般的钢结构呢 能承受大概5到10分钟 一般的我们这个5到10分钟 我们的消防人员来了 刚好消防人员来后 他失不了了 所以大家注意 达到550度的时候呢 大概是我们区负强度的多少呢 0.7 所以他的承转能力大大降低 所以这个数据注意一下 下面在防火标准要求时间内 钢结构的温度 不应该超过凝结温度 防火标准 以保证结构正常承转能力 就是在防火 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抵抗 我们有一个温度 这个温度呢 那么不应该超过凝结温度 超过凝结温度 他的整个承转能力就失不了 这个时候注意一下 钢结构的这个防火的标准呢 他有凝结温度 还有几个指标 这个几个指标都是类似的 相通的 所以我们教材里面 只是说的温度指标 就是说我的温度 你在这个范围内 不要超过这个温度 超过这个温度 受不了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注意啊 这几个点里面呢 A B 和什么呢 和F和G 其余的能搞明白就搞明白 搞不明白就丢掉 下面我们看看 我们刚才的这个品种 是吧 我们要符合要求 这就不能说了 那么进口的钢材要注意一下 我们要符合设计 这个没问题 要符合合同规定 我们钢结构加工前 这个地方注意 应该先进行这个 一些详细的设计啊 实用的审查啦 包括我们这些内容呢 这个工作 注意一下 实用了详图和节点的设计文件 应该经原设计单位确认 我们施工降头和节点设计文件 这个大家怕它出题 我们现在钢结构 很多东西进行二次设计 很多情况下 是经过降头设计 那么这时候 降头设计和节点设计 那么大家注意这个文件 我们可能有的是一些 另外的单位在做 那么一定要注意 要原设计单位 要进去确认 这个怕它在考试的时候出现 下面焊接 焊接我们有哪几种呢 今天的新版教材 跟大家讲了 我们用的是手工焊接 是吧 我们有的是什么呢 自动焊接 机器人 下面是半自动焊接 有人的 有机器焊的 所以这个注意 焊接的三种情况 注意一下 下面我们接头的连接部位 这个教材看看就可以 这地方对于首次采用的 这些刚才的 我们包括这些参数呢 要注意一下 进评定 这几个点呢 大家都看一看 都是正确的 重点是什么呢 注意啊 这个题目 这个点重点是A点 C点 和地点 其余的看看就可以 下面我们来看看 钢结构 我们 它的这个焊缝的缺陷呢 我们有六类 教材里面讲的 列纹 我们的孔穴 固体夹杂 未融合 未焊透 形状缺陷 包括这些后面的一些其他的 呃 我们在掌握教材 120 而121的这个问题所谓 重点注意这个问题 第一个 发生这种缺陷 它的原因 这个原因看看就可以 是吧 呃 如果说考简大题 那么我们后面会跟他讲 用到这种问题怎么答 是吧 呃 这个内容太多 呃 我后面后面在指南馆里面 对付这种问题是怎么答的 我告诉你这种方法 呃 对这个问题 重点是解决什么呢 就是取离办法 啊 不管是发生什么情况下 它处理办法都是这样 两条 第一个是 把这个裂孔啊 把这个这个呃 这个问题啊 汗缝的处的问题 进行铲除掉 把它凿污掉 挖掉 铲除掉 第二个的进行补汗 啊 这个汗节重新进行汗补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处理办法都是这样 这边谈到裂纹 有热裂纹和冷裂纹 那么裂纹它原因什么呢 材料的问题 材料的问题 硬力的问题 呃 我们的这个工艺参数的选择 这种汗缝啊 等人这个东西呢 包括我们汗后的冷气比较快 这个问题我到时候 呃 在后面再讲 就说像这些问题到时候怎么答 是吧 怎么去 简单题 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我现在不给你讲这个柱器的 我到时候给出一个模板啊 你到时候去填充 很好填充 是吧 下面我们来看看孔穴 是吧 孔穴里面 电流的问题 素质的问题 是吧 处理办法 你看看都是这样 第一个把它藏去 第二个进行补汗 啊 它的原因是吧 财量的问题啊 电流的问题啊 速度快慢的问题啊 下面固体夹杂 固体夹杂 注意处理办法 残区 是吧 挖掉 是吧 第二个 你看看都是补汗 同样的 我们的财量的问题 我们的电流的问题 等等等等 等问题 下面我们未融化 温汗痘 它的处理办法 你看看残区 第二个进行补汗 所以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要知道 就是都是把它残区 把它挖掉 进行补汗 基于这个题目的原因 例如电流的问题 例如电流的问题 例如电流速度快慢的问题 考试到时候都是这样 财量的问题 时光的工艺问题 参数的问题 然后我们电流是大了小了 还有速度是快了和慢了 还有我们的人员的操作 技术问题 等等 到时候我们问这个解答问题的时候呢 我专门有个模板 在后面跟大家讲 不管是什么问题 我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管理什么 未融合 未汗兔 问什么东西 我到时候给你答案 我的答案有一二十条 你不论是什么问题 我都是这个答案 所以我到时候再讲 我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作为简单题 要边 你看看 处理办法都是这样 把它残掉 你看看 首先把它残掉 把它残掉 修一修 第二个进行补汗 汗补 你看看 都是这样 残 第二个 下面我们来看看 评价化学成分 它的可汗性 一般用碳当量 这个碳当量 越小 表示可汗性越好 它越小 它越好 是这个意思 下面我们在控制的时候 主要是这个 硬力和变形控制 这个内容来看看就可以 下面我们设计汗兔的 这个教材里面 是不是一首二页 我们的汗风 我们教材里面分为 一级 二级 三级 那么一级汗风 是要求最高的 所以我们教材里面讲了 对一级汗风 你看看 一级汗风 二级汗风 不得有表面这些扎啦胡 捏蚊 特别是对一级汗风要去更高 不得咬边 未汗满 根本收缩 所以我们一级汗风 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教材里面 对一级汗风要去最高 一二级汗风 不得有这些孔 扎 捏蚊 包括一伤 三级汗风 是最差的 所以我们不允许一般的 出现三级汗风 那么我们对于 要求强汗通的 我们进行检验的时候 对一级 二级汗风 我们首先做什么呢 超声波 进行曲线检查 超声波如果不能检查 我们再去做伸缩线 既然我们做体检压 先去做个笔头 笔头里面看到个黑的东西 或者个亮点 那么我们再做谁提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所以我们先做笔头 超声波 然后再进行伸缩线 为了大家好 最好记 我们列文 我们的汗通的 汗风分为一级 二级三级 三个等级 一级是最好的 三级是最差的 一般的不用三级 所以这个地方 对一二级的整体的要求 然后对一级汗风要求更高 那么对一二级汗风的检查 先是用超声波 如果发现不能缺陷 检查 再用深色线 这是我们教材 四位一四二页的内容 这是放在一起 跟他做说明 下面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挪酸 我们的挪酸 我们刚才讲的 高层的挪酸 我们挪酸分为 普通挪酸和高层的挪酸 高层的挪酸分为 摩擦型 垂压型和张大型 这是从受力来讲 而且我们现在用的 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摩擦型 那么我们既然是 用了摩擦型 那么我们按规定 我们要进行 抗华仪的系数 摩擦面的抗华仪系数 进行四年 那么我们对摩擦面的 处理办法 有这么几种方法 有喷砂 有喷完 有三洗 有打磨 是吧 让它有一些摩擦面 然后通过摩擦面 来起力学的一些作用 下面我们来看看 普通挪酸 作为云球性 连接挪酸 那么如果有疑义 那么一定要注意 对食物量的最小拉力 它的抗华仪的力 进行浮练 看看就可以 下面我们普通挪酸 普通挪酸的紧步次序 这个跟我们前面 讲有很多的次序是一样的 从中间向两边 注意打桩 常规的从中间向两边 我们沙士桩非常特别 从四周向中边 我们的街头高线螺酸 应该从刚刚大的部位 向不受约出的自由单 同样的大的 而且螺酸层向中央到四周 所以这个原则 中间向四周 中间向四周 从刚刚大的 向自由单 不受约出的边缘 也要注意这个思路 而且大家注意 我们有时有螺酸连接 也有焊接 那么我们一般的来讲是 先酸 先做螺酸 先酸 后焊 焊是焊死掉了 所以先螺酸连接 后焊 所以我们考 建造师考试里面 特别喜欢考这种顺序 所以这些顺序的内容 要明白 容易出局 下面我们看看 高线的螺酸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有先用安装螺酸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高线的螺酸 不得建造安装螺酸 安装是安装螺酸 高线的螺酸 是最后的使用螺酸 注意在零几时 有初零 伏零 中零 我们在24小时要完成 注意 有时间的限制 那么我们高线的螺酸 超零后要更换 废弃的一定要更换 不能重复使用 这个基本常识 眼睛用火焰 或者说电焊切割 高线的煤花头 这就是我们硬力 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不能用火 这样去处理 下面我们看看智孔 我们很多在刚几个里面 有智孔 智孔用一些这些物理的方法 这个可以 对纸巾比较大的 可以采用气割智孔 但是后面有句话 眼睛气割阔孔 所以我们物理的方法 进行钻孔 那么这样谈到了 我们可以气割智孔 但是眼睛气割阔孔 这样还是一个问题 气割在扩孔的时候 它这个损坏的周边 对它的这个硬力有变化 这个注意下 你看看 八倍以上的孔 它是这么说的 先行占孔 然后再用气割制孔 气割制孔是可以的 就是不能气割扩孔 这个不可以 高线的挪酸 在年轻时候 在进行这个选育的时候 注意自由穿越 这是个不得强行的 你看不得气割制孔 是吧 安装的环境温度 一般来讲 不要低于多少 负识度 所以可以负识度 可不可以 可以 不要低于 所以这些知识点 把它搞明白 对付考试 是非常容易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 刚结构的 刚才讲的三部曲 首先刚结构合格了后 结构做完了后 然后我们再做什么呢 防腐头料 就是我们防锈的 再就做防火 刚才跟他讲的三部曲 钢结构 钢结构 它是个结构 钢结构本身是个结构 我们后面讲分包的时候 大家注意钢结构 它是结构 主体结构 但是非常例外 钢结构可以分包 一般的主体结构不能分包 但是钢结构非常例外 下面大家注意 这些油漆头料 一定要相容 包括外加剂 不要产生化学反应 相容 是吧 下面我们钢结构 在安装的时候 定位的走线 大家注意 都是从什么呢 地面控制线 或者说我们的首层 或者说底层 继续引上 不能不得从下层去引上 这有累积误诈 都是从低层 10层从低层 20层也是低层 不能说20层是19层 这样去引测 会有累积误诈 下面我们防火头料 和防火头料 特别是我们教育里面讲的 防火头料 因为防火头料 而且比较高 所以我们分为三类 拉三类的 你看看 超薄 汉人平音 薄类 厚类 你看看 这是超薄 这是薄类 这是厚类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厚度 我不想去管它 因为厚度太麻烦了 是吧 记不住 也没必要记 所以我们就是超薄 薄厚类就完了 汉人平音 下面我们有10类的 这个头料 有10外的 你看汉人平音 内 内内 外外 内外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 头装的这个方法 看看就可以 下面这个锯子 这就生了 这个F和G 如果你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或者说我们是这个专业的 因为在大学都学过了 我们构建的吊装 构建吊装里面 对于锯子 对于锯件支撑 我们叫单件流水 就是一次性 我们调一个构件 一次性开行 单件吊装 调锯子 一次性开行 调支撑 一次性构件 调屋架 或者说调吊成粮 那么屋盖系统 我们说叫 结尖综合调装法 一次性 把这个屋架 屋面板 一起调完 所以这个 什么叫结尖调装法 什么叫单件调装法 如果你不懂的人 你就再去搜索一下 看看 下面我们锯子在调装 我们有什么呢 旋转法 三连共和 我们的滑行法 和地跌地送法 我们重型的双击台调 所以这个稍微看看 这个就生了 这就是专家出题 就是真是 你接获我们专业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F级 深了 下面我们看看 教材124到128页 是吧 高层钢结构的准备工作 曾经考过一次 这些准备工作的 这个简大题 看一看就可以 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是对称 对称安装 一个思路 对称 对称 注意对称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钢结构 它受到日照 焊接的温度的变化 包括这个伸缩 弯曲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采取措施 所以钢结构在安装的时候 它的气温 它的日照 焊接的变形 它都有个 这个硬力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损失 给影响 所以这几个点 注意一下 错误的没有说 只要是跟大家讲点 下面我们看看教材里面 我们411页 是吧 对我们下线情况之际的 钢材应该进行腐练的 里面我们国外的 进口的钢材 要进行腐练 我们的混批 刚才混批的 我们要进行腐练 是吧 我们板后等于 大于40 且最有贼向性 我们板X方向和Y方 贼向方向 就是什么呢 后度方向 后度方向 叫什么呢 就是贼向性 大于40 安全等级为一级 要求别高的 而且有腐练要求的 有疑问的 所以这种题目 考多线题 很好识别 因为考多线题 是两到四个答案 是吧 那个错误的 应该是很好识别的 不要死记 理解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说 1411到414页 对安全等级 唯一级40米的 我们螺旋的 对钢材的螺酸 我们要做什么呢 表面运动 注意试试试 看看 下面我们 汉凤不是有缺散吗 我们不要进行检查吗 低合金的是24小时 那么我们进行探伤 是吧 这个稍微看看就可以 下面我们投尿的温度 一般来讲 它5度以上 不要低入5度 5到38 5到40 我们教材里面说 5到38 重点注意 这个5度 投装以后 4小时内 应该免受雨淋 所以我们投装 油漆投尿 过了4个小时 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稍微住一下 4个小时 是吧 投装以后呢 2到3个小时下了雨 对它有影响 要进行覆盖 要进行保护 就这个意思 重点注意 这个B 包括这个温度 这个厂过的温度 下面我们来看看 防腐投料和防火投料 说法 我们来看看 时空环境温度 不低于零度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温度一般的都是5度 5到38 所以我们低温是5度 在通常情况下 先进行防腐投料 再进行防火投料 对的 钢结构做完了 防火在后面 钢结构的三部曲 那么操作面通风 是吧 做火防火 因为刚才几个怕火 防毒防爆 教杀原话 是对的 防火投料与防火投料 具有兼容性 对相容性 不能有化学反应 不能有排斥反应 下面 头装油漆案 一般工种 这个部语 我们是教杀里面讲的是 特殊工种 因为油漆投料 容易发生一些火 一些中毒 一些问题 这个大家注意 特殊工种和特种作业不一样 这是特殊工种 所以这个地方正确的 我们认为BCD 这个地方的五度 一般工种不对 是特殊工种 特殊工种不是特种作业 特种作业是特种作业 这是特殊工种 因为 这个注意下 下面我们看看 教材125到128页 对网架的几个的安装 教材呢 谈的一些内容 这个地方呢 它隔几年考一回 考一分 所以我们稍微注意下 网架的优点 因为它是个空间 网架嘛 是个网嘛 空间松力 重量比较轻 刚得大 抗的性能好 而且美观 所以这个优点 容易靠什么多选题 或单选题 下面网架安装的方法 我们几个常规的方法搞明白 第一个就是我们高空散装法 在使用于前支架拼装 是吧 而且为什么叫散装呢 就是说散的和整体 你看看 使用于螺酸连接 这个撬组连接 非焊接连接的结构 因为它是散装 散装是希望什么呢 希望我们通过螺酸 通过我们这个撬啊 这个肘 非焊接连接 把它拼装在一起 下面第二个分条 分款安装法 就是我们平时把它分款 分款以后再把它安在一起 特别使用于什么 分割后 刚度和受力情况改变比较小 你居然分割 说明它对分割 它的受力影响比较小 所以它特别谈的了 对于一些 你比如说正向的 什么四角锥 正向抽空的四角锥 像这种是可以的 是我们分割后 它对受力没有什么问题的 下面我们就是华移法 特别是进行华移 我们场地狭窄 我们启动机不变 那么不允许搭设支架 而且要跨越施工 用华移 通过我们的轨道 把它华移 所以这种题目 场地狭窄 不允许搭设交手架的 在我们有些特殊的地方 通过华移 网架 下面我们整体吊装法 这个中小型的 为什么要中小型的整体吊装 它受力就 希望我们 如果你吊装的设备 它有线载 也太大的 我们整体吊装不好 所以中小型的 其余的 第五和第六 看看就可以 所以这几个 我认为出题 这个注意 第一个 就是高空散装的 这种情况 第二个分条的 第三个就是华移 第四个 就是1234 这个内容重点注意 一二三四 要考应该在1234里面 给出一个背景 用哪种方法比较合适 搞清楚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教材里面 131页到133页 对于形钢组合结构的问题 我们有些知识点 把它搞明白 一般你这几年比较热 他希望考在这里 考个单线题或多线题 把这些知识点搞明白就可以了 而且教材里面 他没有展开咱们最基本的问题搞明白 第一个就是强度等级 不要低于130 因为这个形钢和混准的组合结构的 一般是超高层 所以它的受力比较大 所以我们用的强度130 下面是形钢组合结构的优点 这个优点是白靠不厌 我们来看看 形钢不受含钢力的限制 形钢混准成长能力 可以高于同样外形的混准的构建 而且可以减少构建的结面 因为我们说钢结构呢 钢结构它怕火 但是在混准土里面呢 混准土里钢结混准结构呢 它有配居力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是形钢 混准土里形钢 不受含钢率 那么不受含钢率 我的钢就用得很大 这个时候你强度就很高 强度很高 那就我的截面就可以什么呢 减少 就这个意思 不受含钢率的限制 第二个 形钢在交注之前 它已经是钢结构 已经是骨架 是吧 它能够承受自重和实用货载 而且把模板可以挂在我的形钢上 所以模板不需要支撑 这样我们的简化的支模 而且速度就非常快 因为我们的钢 我们这个形钢上来以后 它自己会形成一种支架 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 而且模板它不需要支撑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下面就是银细 是吧 比钢结混准的结构 银细提高 尤其是石伏式 尤其是石伏式 抗争性能 因为我们的 这个混准土结构 来延性 我们这个组合结构 比钢结混准的延性好 特别是对抗争性能 这个提高 这个教材里面 特别谈到了石伏式形钢 下面 形钢组合结构 比钢结构的耐酒和耐火 因为我们说钢结构怕火 现在在形钢外面 加了混准土 这个混准土有耐酒 混准土有什么呢 耐火 耐酒和耐火 所以形钢的里面 外面包了一个混准土 外窍可以满洲 有受力的问题 有耐火的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呢 耐酒 受力耐火 耐酒 所以这四个优点 反复出题 靠单选题 多选题 下面就是教材里面 132页到133页 对于形钢混准土结构里面的 一些小的施工的一些点 去年在这里考了个题目 选择题 我们还是注意一下 施工现场要确保 形钢锯拼接和量锯极点的 连接的焊接质量 应该满足一级焊缝 因为大家注意 施工现场的特别是锯的拼装 特别是基点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基点的处理 那么基点里面的焊缝 我们前面讲了 有一级二级三级焊缝 那么注意 我们要达到一级焊缝 一级焊缝要求最高 用按最高水平 下面 这个地方是对于这个基点的连接 所以我们一级焊缝 对一般焊缝 你看看 应进行外光达到什么 二级焊缝 所以大家注意 对一般焊缝和现场这个什么的 接点的连接 接点 拼装 形状的拼装和量锁的接点的 拼装的焊缝 那么这是一级 一般部位是二级 所以大家注意 对比的去 它也是考题 是吧 什么时候是一级焊缝 什么时候是二级焊缝 重要的 那么我们一些拼装的 接点的 受力比较大的 一级焊缝 常规的 一般焊缝 二级 下面就是 两柱接头里面的 我们由于焊缝混凝土 有部分气体不容易排驱 所以它这段谈了一个什么 运流排驱空气的什么孔洞 孔洞 这个注意 看看就可以 下面在行钢的 这个钢筋的绑扎 大家注意 钢筋的绑扎 与混凝土的结构中的钢筋 绑扎 这个基本相同 下面 锯子的纵向钢筋 不能穿过过量的一元 与锯纵向钢筋 只能设在 锯截面四角 和无量的部位 因为纵向钢筋 大家注意 这个量呢 大家教材里面给了个图 我不想给你细讲 就说它不能穿过去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最好 把这个纵向的钢筋 放在什么 锯子截面的四角 放在四角 或者说没有量的地方 因为有地方 把它挡住了 就是这个意思 去年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 下面 孤洞的问题 锯的孤洞 要在复盘上 以另有的孔洞穿过 由于整根 固筋无法通过 因为一个固筋呢 因为这个核心区域呢 它有很多的一些构造啊 原来我们一般的 简单的固筋 是比较简单 但是现在固筋 整根是无法穿过 它怎么看 我们把这个固筋分担 再利用电火焊 不宜将固筋 焊在量的复盘上 大家注意 把固筋分担 在焊结 分担的焊结 有个原则 不宜将固筋焊在量的复盘上 这个不可以啊 不能焊在量的复盘上 所以大家注意 锯子钢筋 是在四边 没有量的部位 固筋 我们把它切割啊 分担 那么大家注意 不宜在量的复盘上 就完了 下面复盘的开孔的大小 一定要注意 如果不合时 一定要注意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来统一 后面要继续处理 要扣孔 我们可以啊 用电赞去扣孔 可以 但是不得气割扣孔 这个在前面讲了 所以这几个点 要非常清晰 呃 我们的这个 行钢组合结构呢 重点是注意啊 呃 一个是这几个点 第二个的主要是优点 这四个点 是吧 再就是这些 我们的司空的这些要点 是吧 考点应该在这个地方 稍微做记忆的 就注意是什么呢 就是五 六和七 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下记忆 啊包括这个汗凤 稍注意一下 去年在这里 五和六 去年考了 是吧 这个点注意设计单位的问题 说医院开口 不得气割扣孔 今年注意一级汗凤 二级汗凤 是吧 包括啊 前面的优点 所以大家注意啊 这个行钢的内容呢 啊比较简单 但是点啊 呃 如果你不太明白 到时就看那些图 为什么这个孤筋啊 为什么要汗啊 要把它分单汗 但是不要汗在副板上 这个纵向的钢筋呢 呃 这个在四个角 而且在无良的地方要通过啊 注一下 呃 有些内容呢 呃 第一次听我的课件啊 有些问题 看看书 看看书以后呢 再看看我的课件 或者说你再去查一下资料 再去熟悉一下 再来看看 反复来回几回 慢慢的就会守 越来越熟 越来越懂 呃 在做在听课的时候呢 呃 有问题不要急 啊 呃 因为有的学员呢 因为做这个工作 我反复讲的做这个工作 从事这个工作 或者说有这种本 呃 我们这个专业的 因为我们考察是这样 我们本专业统治考这个建造师 通过力就很低 特别是你不是这个专业人 那当然更低 这个什么办呢 看我的课件 听我的课件 听不懂 看书 查资料 查资料 再看我的课件 再查词 再回 来回的一两个回 差不多了 因为很多人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人 都没问题 他一听就明白了 因为很多人 百分之好多人都听得会 有人说老师 你说的是人家很水平很高的 因为在做的有很多人 确实是水平很高 他只是不知道可以考什么 不知道重点在哪个地方 我就是跟你讲重点 我跟你讲对付考试 因为知识本身 我不会太在意知识的本身的讲解 因为我们是职业资格考试 所以反复跟大家讲 特别在技术平台里面 我反复讲我的一种思想 思维 学习就是一种思维 一种思想 我们这讲呢 就讲到这里 学员方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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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